歡迎收看警訊 警方在上星期公佈了2017年上半年的罪案數字 而在上半年的罪案數字整體有28,000多宗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2% 當中青少年被捕的人數有明顯的下降 在2017年的頭六個月涉及10至15歲的青少年罪犯有480名 相比於2016年同期的609名下降了21.2% 而青年罪犯亦即是16至20歲的青年人 就由2016年的同期12801人減少至今年的925人 足足下降了23% 而他們干犯的罪行多數都是以暴力為主 青少年年少氣成很多時候都因一時衝動 沉不住氣,錯了口角,繼而動武 有部分青少年更加會找黑幫幫他們出頭 以及尋求保護,上司以暴力去解決問題 而其實黑幫分子是借詞提供保護 實質是希望招攬更多的青年人加入黑社會 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打你就是打你 怎麼樣? 你放在那裡 我跟你說,你別再有這麼多氣 砍人當然要用刀,不能用雙手 拿槍吧 別動了 你今天好像沒上學了 生病吧 生病? 又不像啊 生病有樣子看的嗎? 喂,你也知道我生病了 這間房子替我完成了沒有? 我自己也還沒做得好 哦,我不管啊,你也幫我做完 是啊,你之前好像還欠我一塊水未還 什麼時候欠你一塊水啊? 來,上星期一放飯的時候 在學校餐廳排隊買東西吃 你說沒有蛋包,叫我借給你嗎? 是嗎?有這種事? 呃,差點忘記了,遲點還給你 是嗎? 怎樣啊?是不是有問題啊? 不是,那你可不可以現在還給我啊? 什麼意思呢?你現在我走數不還嗎? 不是,只不過… 不過什麼啊? 我今早還看到你請朋友吃早餐 那既然你也有錢請朋友吃早餐,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還錢給你? 我告訴你啊,車人吃早餐和還錢給你 是兩回事 我說過幾天還就過幾天還 不還給你都還可以 怎樣啊?跳氣不順啊? 我告訴你啊,你別再有那麼多聲氣 總之你覺得有拖沒有欠 喂,丸子 喂,丸子 那是什麼?頭頭顱顱的?被人欠嗎? 喔…真的是被人欠啊?有甚麼事不怕跟我說吧 大家的朋友一場,一定幫你 我同學阿榮吧 他借了我的錢不還一支 還掛了我一巴掌 不是吧?那麼兇? 讓我找大哥出來教一下他 幫你出去 你大哥是什麼人 我大哥?很猛料的 很多人跟他 遲些介紹你給他認識 有他照著 不會再有人夠打你 跟你去機舖打陣機,輕鬆一下 我之後的新機迷都很棒 你帶我到這裡幹什麼? 還暈?當然叫大哥 大哥,這個是阿林 上來跟你說那個 就是為了後來被人欺負那個? 是 堅仔叫我做大哥 他有事我們不幫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被人欺負嗎?我們一定會幫你 我們明天去教訓一下他 明天說放假,你知道他去哪 他明天應該會去球場 堅仔,明天立齊工具,去球場捕他 收到 你放心吧 有我大哥幫你出頭 看看明天他能否減減我 去哪兒 他要那邊的 他會讓我去看 我明天都會被人欺負 我看見你很煩 他這樣會被人欺負 我現在是一個人欺負 我看見你很煩 我看見你很煩 然後就帶了我去見他大陸 那你自己想怎樣 我不想搞大整件事 但現在阿堅又找了他大陸來幫忙 我就是在焚這件事 其實他們打算怎樣做 他們打算明天就去服他 但我真的很擔心到時候會出事 被人拘捕 如果你有一個擔心 不如你明天不要去吧 我當然有這樣想過 但如果我明天不去的話 我怕會有麻煩 我最擔心的是 我很擔心跟阿堅沒有朋友 那你預計明天陸去的情況會怎樣 唯有去吧 打他一身 其實你自己不妨想想 用暴力解決問題是否一個好的方法 林仔,始終用暴力解決問題 是有刑事的責任 可能你的朋友會跟你這樣說 就算對方報了警 也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拘捕 你就以為是真的 沒有人會拘捕你 如果你選擇了做犯法的事 最終你要為自己的選擇 去承擔責任 我抱歉 對不起… 你來的時間剛剛好 他踢人幫我換衣服 就跑出來 天姐,你的工具呢 等一下 當,怎麼會有刀 劈人當然是用刀,難道還用雙手嗎 還跟他說道理? 你害怕嗎? 不是,你不用劈他這麼嚴重 我一向都不教他很久 他這次打你,我才叫我大哥出來 你現在才縮身吧 不是,但我打算打他一身就算了吧 我不會打算劈他這麼嚴重 你不是趕了嗎 去,還是不去? 出去了 不要這樣,拿衣服吧 是他呀 不要打 別打我,你這樣 片段中的年輕人 雖然沒有出手傷人 但他不可以置身事外 最終還是要負上刑責 Bob,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些個案 好,Ruby 其實在我們認識的青年人當中 有些是真的不懂怎樣推朋友 也有些是想著幫朋友而參與當中 也有一些是想著去到現場 去湊一下熱鬧 以為這樣就沒事 就可以置身於事外 但當事情一旦發生了之後 才知道原來後果是這麼嚴重 還有他們當中還要負上一個刑責 Bob,你有沒有一些小錦囊 可以提醒青少年? 好,我想提醒各位青年人 如果遇到騙亂中的情況 就要讓自己停一停 想一想 想清楚後果的嚴重性 當遇到有困難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們是要通知家人 老師,警方和社工 去向他們尋求協助 同時我亦都建議大家可以打電話 給我們青協的青年違法防止中心的熱線 8100-9669 找我們的社工尋求協助 青少年入世未深 容易受到損友影響 又或者金錢的誘惑 以誤入歧途 賺快錢 從事一些不正當的行業 例如是販賣私煙 為金約物 甚至乎販毒 青少年在面對著黑社會分子的時候 很多時都不會知道怎樣處理 所以就會選擇以被動 又或者逃避的方式去面對 但其實他們可以主動尋求老師、家長、父母 甚至乎是警方的協助 這樣就可以避免被黑社會分子收納 成為他們的成員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